我儿子呢 哎呀 我看那事啊 真血的 那孩子刚四五岁跟冬哥差不多 你说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 钱真的那么重要 真是人为才子 鸟为石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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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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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老婆子 你干嘛去 啊 啊 喂 这 我 哎哎哎哎 老婆子 怎么了 你那气坏坑的 喂 你干嘛去啊 我觉得你今天不对劲呢 我出差 出差 你那单位怎么能出差呢 再说了你出差 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你得给我个交代吧 啊 哎 哎 哎呀 哎呀 喊善 哎 行行你走走 行行你走走 你给我 你给我 不给 你今天把话跟我说清楚 我看你不是要出差 你这是要搬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你跟我说清楚 我一天到晚累着贼死 回来你还搅和我 你是不是日子好过了把你烧的 不行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 你休想离开这屋半步 不行 好 这可是你逼我说的啊 你跟冯丽到底是怎么回事 冯丽 我跟他那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人家说了 人家心里只有你 他还说 非你不嫁 这些话 是冯丽对你说的 我问你到底是谁跟你说的 我不想再多说了 让我走 老婆子 我明确的跟你说 我跟冯丽啥事儿都没有 这些年 你始终是我心目当中唯一的女人 明白吗 我跟冯丽啥 喂 喂 我今天训练了 你们这里 没事 喂 喂 喂 杨队长啊 有空啊 正好 我正想找你聊聊呢 好 待会儿见 好 快上去 快上去 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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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方黎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是个过来人了 什么事情看得都很清楚 你这些日子整天神不守舍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感情困扰了 我也不知道 能说出来让我听听吗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以前本来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的想他 特别的惦记他 我一心一意的希望他好 我没有别的费分知晓 只是见不到他很心慌 看见他难过的样子 很心疼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方黎啊 你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 这我知道 可是我刚才听你这么讲 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你现在恋爱了 不 不可能的主任 他 他是一个有福之福 方黎啊 我们工作相处这么久了 我不但是你的领导 而且是你的朋友 更是你的长辈 那么 作为领导和朋友 我非常同情和理解你的处境 那么作为长辈呢 我希望你能够处理好这段感情 更希望呢 你能找到属于你真正的一份幸福 我知道怎么做的主任 那就好 过去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但愿这次呢 也不例外 好 对了 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我是想 最近 想让你到外地去一趟 好 冯丽知道 自己终将会从这里离去 这段难忘的采访 给他带来的感情冲击 刚刚开始 他会让风暴悄悄退去 真正的经历 是内心的经历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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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运达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嘿 好 嗨 哟 嗨 哟 回来了 但你只是想我爸已经没关系 我也難得 在外面看看這夜景 去走 我們去哪兒啊 隨便走走吧 好 聽你的 最近 是不是挺愉快啊 我一直都這樣啊 天生和樂天派 再說 天子已經 神奇通過了 總之一切都很順利啊 變得很成功 戰士們的確也很可愛 除了這些 就沒有什麼煩心的事嗎 有啊 不過都是自找的 哎 你說 人家是沒有慾望幹得多好啊 煩惱 都是因為慾望所致的 說得好 有哲學高度 不愧是記者 很小提理喀別人的 在你的內心 會不會永遠 都有不滿足呢 是啊 但我們這行 都能隨隨便便的嘛 那 社會可都危險 你怎麼理解 柏拉圖的 讀過一些 其實都喜歡讀一些什麼樣的書 除了我的專業之外 就是一些雜誌 你怎麼理解 精神戀愛的 沒研究過 比如說 你作為一名軍人 你的心裡邊 一定埋上了對 國家 對人民的那種熱愛 對呀 這是一個軍人 最起碼的標準 那你隨便跟他們在一起吧 也在一起也不在一起 要是軍人 經常 要在軍營和戰場 可是民族 人民和國家 必須時時刻刻 都在存在他的心裡 嗯 你解釋的已經很清楚了 嗯 風力 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說 哎 走累了 想歇法 平時不斷練 走這麼幾步路就累了 我哪能跟你比啊 你可是大男人啊 哎 有句話 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你說話 太美了 是啊 這個世界 原本就應該更樣 我已經知足了 哎 哎 王力 哎 行李 王力 我有話還沒跟你說完呢 啊 桓桂茶 你要說的話 我已經知道了 哎 你怎么没开车来啊 你自己的车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 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及的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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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么苦啊 没放糖 我就喜欢喝苦的 哎 对 对 苦的 还对有苦的味儿 这个是杨志 让我转交给你的 又是杨志 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是钱 我也该告诉了 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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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多少年的关系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必要让这小娘们儿诚心给我难堪 说什么呢 什么有蜂蜜有小娘们儿 不 老下来 你跟我装啥什么 还一口一个小娘们儿 你最近怎么了 说话那么不文明啊 咱们跟我撤别的 老刘 你最近变化可不小了 我老刘对你不薄 对吧 不管你心里怎么看我 我对你问心无愧 可是翻回头来 你怎么对的我呀 哎 你等会儿 你把话说清楚 钱是怎么回事 不是你让冯莉把钱转交给我的吗 你现在又跟我装啥充愣啊 你那么说 冯莉替我把钱还了 什么时候 你是真不知道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哦 我明白了 老杨 你是心甘情愿 能够让一个女人体育付出 玩得真好 高 你这么说 是冯莉把车卖了 替我把钱还了 哎 你明明知道冯莉爱你 对吧 你为了保着自己的脸面 可以把它介绍给我 让我平白无故 当你们三角恋爱的牺牲品 对不对 老刘 你这话就有点过分了 是我的话说的过分 还是你事办的过分呢 你拍拍良心 你玩得多仗义啊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胡说 不 你是一边哄着冉冉 一边在我这儿当着好人 一边跟冯莉秘密 一边的优惠 哎 这不是事实吗 你 我什么呀我 我都看见了 老杨 我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喜欢谁我不管 我老刘是什么人 什么家伙我没玩过呀 我不是个建设女人 卖拍部的主 你何必拿我 咱们打键盘呀 你混蛋 我混蛋 我混蛋 我混蛋还是你混蛋 我从始至终 都一心一意地对待你 哎 帮你借钱 帮你拉买道 帮你赚钱 方国同理你怎么对着我 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 我人不人鬼不鬼 你明白吗 这不是你干的事吗 刘班长 既然把话说到这里 我也想把话说清楚 你对我的好意 我杨志心领了 可是我杨志 从来不花一分不明不白的钱 钱确实是个好东西 没有它不行 可它又是万恶之源 我奉钱你一句 别把那个身外之物看得太重 以免玩火自焚 甭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我走的路我自个知道 哎 再再说了 人家鱼从咱们你了 人家是企业家 社会名人 又是我的老板 又是我的朋友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犯得着对人那样吗 刘班长 咱俩朋友一场 我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说 那个姓于的我不管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可是他在我这一直就没比好屁 这种人我见多了 有几个臭钱就能呼风唤雨 我还要警告你 你不要跟他混得太深 美好下场 还有 我问你 然人的辞职报告 为什么迟迟不批 你问这个是吧 那我也告诉你 我批 我现在就批 你以为我们特别需要他是吗 我们没有好下场 我也实话告诉你 杨志 八级余总的人有的是事啊 谁爱八级他八级他 我杨志就是穷死 也不愿意跟他这种人打交道 哪种人哪 道貌二人 又当表弟立牌放 他就是这种人 凭我的判断 他肯定干过见不得人的事 你凭什么这么说人 就凭他对我身上下的功夫 几百万的别墅说送人就送人 他跟我有什么交情啊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他跟我玩这套 他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 好好好 行行行 你牛 你牛 行吗 在你的眼里头 余总是个王八蛋 我姓牛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呗 可我再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他妈也没吃着饭 你干着锅里 你要不说这句话 快罢了 我一听你这句话 我就来戏 今天我一定把这事情成情 冯丽她绝对是个好姑娘 我非常尊重她 我更希望她幸福 可是我同时也发了一个错误 嘿嘿 什么 我千不该万不该 我不应该把它介绍给你 因为你不配 好 好 我不配 都归你 对吧 都归你 我什么揍你 喂 以后不要到精神来找我 喂 喂 杨志吗 谁啊 我 老陈 哪个老陈呢 还能哪个老陈呢 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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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有个事我得跟你沟通一下 陈队长 有什么行动吗 你媳妇 是不是在饭店工作 对啊 有事吗 他那经理是不是姓余啊 嗯 对 这个人 可能有点问题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跟踪他很长时间了 他涉嫌一宗文物走私案 而且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哦 这么严重 对 告诉你媳妇 小心点 千万注意 别一不留神卷进去 不过你嫂子已经打了私事报告了 现在正在办交接 还有一个刘经理 这个人在这个案子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现在还搞不清 你说那是刘班长是吧 他早通人走 他有问题吗 我们正在调查他呢 嗯 是 我得先跟你通报一下 嗯 小心点 对 咱们及时沟通吧 希望这样子没你什么事 好 好 好 接电话 好嘞 再见 我好 我来好 我来好 你吗 好 我来好 我来好 早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需要时间好好整理一下 我觉得很庆幸认识你们这家人 你们让我懂了很多东西 你是不是又要走很久啊 也许我们以后不会有时间再见面了 为什么 然然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样可以更清静一些 风力 我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一直没有机会 我觉得你是个好 是个好女人 你今后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真的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啊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我相信 到时候 我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 我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 就没想到 冯丽会这样做 是啊 她这么一走 可给咱们出了不少难题 这样一来 我们欠冯丽的就太多了 不过她说了 她会回来的 也许吧 难得呀 作为一个女人 能有如此的选择 别人尽快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关于冯丽的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她爱上你的 咱们俩吵架之后 以前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别怪我粗心大意 我早发现这件事情 跟人把话说开了 也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都怪我不好 是我把她气跑 这怎么能怪你呢 反过来想啊 也难怪你当时有那种感觉 说来也奇怪 你说对这帮小子吧 他们心里想啥 我一眼就能看着 我说对待女人 坏 真笨 你个傻丫 咋了 说实在的 如果倒退几年 我还真觉得 你们俩挺合适的 有时候倒退几年 我还是选择你做老婆 真的 当然真的 傻子才不选你做老婆的 为什么 你每天又能给我做饭 又能给我照顾家 洗衣服 他们家的一个月保护费 得省多少 你肯定 说实话 真的是为这个 当然不是 你还在问我生儿子呢 别问你 没证形 小晰晰 注意影响啊 他们的训练 这时候不看这事 今天晚上能回家吗 对了 有件事啊 我差点忘告诉你 什么事儿 余总现在干什么呢 哦 他们啊 总是神神秘密的 好像饭店生意的好坏 跟他们没关系似的 一点都放在心上 他有没有让你做 你业务以外的事情 没有 从来没有啊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对了 你的辞职报告他批了吗 但是官长说 这两天他们特别忙 过来再说吧 如果一直会安全 我现在不疑 我现在没关系 我现在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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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月份 这如果再滑 你不会跟他们的 你不会再打 我现在不疑 你不会再打 vir 你不会再打 你不会再打 有ija 事长先生 咱们还是到你房间 去签那份合同吧 就在这儿签吧 这儿多安全 这么多收益啊 你也爬上 日本では 逃避的地方 即是安全的地方 可这儿在中国 我担心这里面 可能有变异 では 我先去 801で 待着しております 来 书总 干啥 签合同去 你以为一个市船 签了这个合同 最比省一九能索胜了 我告诉 你和我之间的合同 才是最重要 我跟你签什么合同 不同合同啊 补出合同 石川先生 卖放了一千万放钱 实际上就是顶购 租木驴 与妈的顶金 如果与妈不能顺利出境 你必须提换顶金 那方禅已经属于石川先生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还要换给你 我怎么还换给你 你们 你跟石川先生 不 不 你这条狗 钱吗 那帮市船还登录了 这个材料 没过关系 治小姐 并非感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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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